我亲爱的时候她对我很好 我不懂为什么 婚后她变化那么大 为什么她总是 是我婚后变量 其他人的婚姻 不都是这样吗 她一直催我生孩子 可她根本尽不到 做丈夫的责任 她总让我改变 我觉得我做的 已经足够好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女先生32岁 来自内蒙古宫人 女嘉宾张女士 33岁来自黑龙江宫人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婚前婚后大变样 对吧 是这样的主持人 婚前她追求我的时候 确实是很殷勤的 包括就是有一次 就是只是很随意地说一句 我说那个 女生宿舍管的就是盐 想出去吃个衣 宵夜都吃不了 然后她就走心了 冬天大心安岭 大晚上多冷了 然后她就跑出去 大概三里多路 从校外给我买了一份 小夜回来 我当时特别震撼 我说哇 这不是标准的暖男吗 当时是发自内心做的吧 那肯定呢 追求的时候都这样 讲一件婚后 让你失望的事 婚后有一回 我那个跟她说 我说难受 她找工作嘛 然后她说那个 那你还得帮我 就是看工作什么的 然后非要拽着我去 结果那天呢 就是赶上天气特别冷 还下着雪 她就让我在那里 就一直等着她 等着她 后来我在那里 等了几个小时 把我整个人 看工作的时候 看工作的时候 为啥呀 咱俩都是为了以后的打算嘛 咱俩一块去看 要是行的话 咱俩都去呗 不是考虑咱俩的事吗 那不能光我看吧 对吧 但是我都说了 我那天确实是不熟 我不想去 那你非得拽上我 而且后来都已经 把我冻病了 我到现在都有后遇症 一到换季就咳嗽 在追求我的时候 我要吃饭 你能冒雪给我送饭 我成为了你的媳妇之后 你居然在雪地当中 让我被风雪打透身体 是吧 这个对比很强烈 还有画面感 我们再说第二届 她婚前是怎么对您好的 婚前的时候 已经要实习了 实习的地方 离我们学校很远嘛 有一天我说难受 肚子疼 然后宿舍的红汤水也喝完了 其实真的就只是 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她呢 就把工作都放下了 刻意跑到学校去 我就觉得 就是能千里迢迢 跑到我们学校 就觉得她这个人 就是诚意很足嘛 是真心吧 是真心 我相信一定是真心 没有真心 做不出来这个举动的 婚后呢 婚后现在就是 甩手掌柜一样 到什么程度 就比如说吧 我说家里这个灯泡坏了 你把这个灯泡修了 是不是 结果等我下了班回来 我发现那个灯还是坏的 然后她就坐在那打油腻 那个东西怎么修 修完之后 还有换换新的吧 你分手就给干什么 那你倒是买个新的回来呀 然后你新的 不是妈妈那我忘了 那还不能忘了吗 第二天再说呗 但是你婚前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看啊 婚前想喝红糖水 从单位冒雨冒雪 出来我都能送 婚后了到了家里 不过是换个灯泡的 举手之劳 这事我不干了 为什么呀 那妈忘了吗 对对 忘了是个理由 那问题 我们再举一件事 婚前她怎么对你好的 婚前她就是 说到做到的一个人 我跟她说 我最痛恨男人不务正义 我都不想看见打游戏 然后她就真的 就把游戏给借了 而且把她以前的 就是游戏账号的 所有东西都卖了 给我买耳丁 我到现在还留着那份耳丁 但是婚后呢 她就会说什么 哎呀那个 过年了我打会儿游戏没事吧 哎呀或者是那个 我这段时间没事干 我打会儿游戏没事吧 就开始违反她的那些约定 你说吧工作90%都是男同志 也不能见面啥不说吧 聊聊车 玩玩游戏 再说有点自己小乐趣 也没什么吧 这很正常 你们就只能玩这个吗 你们就只能说聊这个了吗 再说我生气的点 也不是说你玩的游戏 她生气的点是说 你追我的时候 你把游戏戒了 怎么你成为我老公 你又打上了 是这个吗 她说到就不能做到了 你知道我最疼恨 说到做不到了 好 再举一件事 其实婚前的时候 她特意为了我 她放弃老家一份 就是她明明很想当警察 老家那个时候 如果要是她面试 很有可能会成功的 就能可以圆她一个警察梦 但是她呢 就觉着业绩嘛 害怕那个时候 就是如果她回了老家 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所以她特地 放弃了老家这份 她特别钟爱的这个机会 跑到我的老家陪我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 很感动的地方 为了爱情放弃了梦想 后悔不 不后悔 现在不后悔是吧 好样的 婚后呢 婚后 整个人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之前我嫁给她的时候 就是裸婚嘛 然后当时 我就图她对我好 房子 车子 什么彩礼 什么三斤 什么都没要 然后但是婚后呢 我说咱们两个也不能 那个没有自己的家嘛 我就说怎么能不能 就是说租个房子 或者是买个房子 但是她什么事情 她都不操心 然后最后还是我去看 我天天上着夜班 然后白天我还要去筛房子 全市的房子挨个去筛 去跟人家讲价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直到我交定金的那天 她才去说 我房子还没看过呢 我还是去看一看吧 不是 那时候情况你也不知道 你上夜班 我上白班 等我下班了 你上哪看去 我看都没地方看 那你还有个导班的时间 你也有放假的时间 你倒是陪陪我 帮帮我呀 那最后拍板 那时候我不还跟着去了吗 我觉得买房子 装修 这应该大多数家庭来说 都是男人扛得多一些 那当时时间不允许 那我也没办法 不是时间的问题 你要说时间 我今天上夜班 我白天更没有时间 我还要休息呢 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属于精神特别集中那种 万一休息不好 整不好就弄个残疾 可以理解 刚才你说 因为她对你好 所以你是裸婚嫁给她的是吧 是的 什么都没有要吧 什么都没有要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 怎么了 我父亲走得早 就是我妈自己一个人 我俩结婚的时候 其实情况不是特别好 我妈就是也是尽自己所能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两个人为了一份爱 为了在一起 其实都做出了各自 最大的一个牺牲和让步 对吗 对女孩来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裸着嫁给你 代表了我的诚意 对男孩来说 我可以放弃梦想 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跟你远走他方 是这意思吧 对 当我们做这些对比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啊 很多夫妻都是这样的 婚前甜如蜜 婚后好像就被这些日常 给折磨了 简单地做一个对比 就会发现 好像女生心里面 有很多的不爽 对吧 男生实际内心 有很多的冤屈 对吧 就像哎 我就是没车呀 我们俩就是要找工作 你就应该陪我去啊 我确实是在加班呢 我没有时间 白天去陪你看放 你心里也不愉快 对不对 对 好 这是夫妻之间的 婚后我们知道 除了夫妻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 哎呦 别提了 我婆婆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圣旨 嗯 你像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没有要孩子 嗯 结婚时候怎么说呢 就是三年真的要孩子 那一直不要孩子 我为什么不跟你要孩子呀 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天天都跟个孩子一样 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你根本就不帮我做家务 你像有一回你哥们来了 那是你的哥们 你的兄弟 我都没见过 结果最后买菜 洗菜 做菜 一直到菜桌上桌 我叫了你好几次 我说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结果你就在床上看你的小说 不是 你说一般男的 哪有就是没事 老往我穿 说的 就是女生的感受很实在 我不能带那么多孩子 什么时候你长大了 什么时候我再 有一个宝宝 让我觉得有点安全感 我嫁给你 我是图一个 有一个人可以呵护我保护我 做一个避风港给我 可是反而我觉得 我跟你成为一个家了以后 都是我在去担负 一个像 类似于你妈妈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去照顾你 行 我能理解 不着急 慢慢说 那你婆婆 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刚才你说到 婆婆的话 都是圣旨 是吧 对 婆婆都发布了 哪些圣旨啊 我婆婆就说 赶紧要孩子吧 然后老话说 那个吃兔子肉 孩子可能会得兔唇嘛 兔子肉 我不能吃 那不是为你好吗 那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你知道这个科学角度是站不住的 你怎么还向着我婆婆呢 老人你就那啥呗 你就 就那 就是一段时间 那你说海鲜 你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 这样海鲜 螃蟹之类的东西 我妈妈那时候 好不容易跟我弄过来了 最新鲜的 结果你 你当时就送人了 我倒一直都没有见到这个面 为啥送人啊 就是我婆婆说吃这个对那个什么 肯定就是 哎呀 吃这个对那个备孕不好 寒凉的 对备孕也不好 那你婆婆没给你开点什么备孕的什么灵丹妙药什么的 我婆婆一个就是催她嘛 说那个你快带着媳妇去那个某某医院 或者是某某大夫 听说那块可怜了 就是就喝点重药就怎么了 你那药睡不后来都给我喝的都直吐哦 这个光为这个生孩子这个婆婆吃 要管 药要管 她就是始终都是 就是把婆婆的这种话吧 就是特别当回事 而且她也知道我们两个不是说身体 不是 你咱俩现在都这个岁数了 你就再往上就大龄产妇了 你说到时候生孩子有危险怎么办 早晚得要孩子是不是啊 那你现在蹭蹭往后 那你怎么怎么怀孩子啊 我养你一个已经够费劲的了 你为什么老说养她 就觉得她天天就跟个孩子一样一样呢 然后还得我管着她 就包括她可能感冒或者什么 她都不会想着我自己该吃药了怎么样 都要去我照顾她 有的时候她就是饭驴 我还得哄着她 还有就是她的同事结婚 我都要去帮她提前准备好 什么随份子的钱 她的服装啊什么的 没必要嘛 就关系一般的人 就随个份子拉倒你 那所有人不都从关系一般慢慢起来的吗 再说那你们那么多同事都在呢 我不就是想着你去了以后 跟其他同事还能在没 没必要啊 你都给她准备好了 她也不穿 对 她就说我不去 你要去你去吧 还挺任性 哪年结的婚 15年 几月几号 2月9号 对吗 是那天领的证 所以你们结婚几年了 七年了 没孩子急不急 肯定着急啊 那你为啥不长大 我得慢慢学 我不是说一下子就 我什么都会啊 对啊 所以人家慢慢地也是学嘛 人家现在没法生娃娃 你学什么呀 你根本你就没尽力 以前我跟我的闺蜜说 我说这个人啊 结了婚以后 酱油瓶子倒了 都不知道服一下 后来她听到这话了 好吗 酱油瓶子倒了 知道服了 醋瓶子倒了 没那么宽伤 没那么宽伤 我也是一点来的 对不对 不是说一下子 全都那什么 那你看你现在这个速度 你现在这个进度 跟你婚前的那个状态 以前那个时候 都不用我告诉你 酱油瓶子倒了 该服了 或者怎么样的 以前你是自己知道去做的 我妈妈住院那一会儿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家人 对你那么高的认可 我妈妈住院那会儿的时候 俺才马后地伺候着 我妈就随便说 要吃什么东西 你就赶跑大到远 去给她买回来 那时候就眼力见了 现在怎么就看不到了呢 所以女生 好像当这个男人 把你娶回家之后 一个大男人 变成了一个小小孩了 是不是 是我就觉得我被骗了 那你跟他谈过吗 我跟他说了 说了无数次了 我现在连嫁都懒得跟他吵了 就觉得 已经所有的事情 都跟他说过了 然后他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你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种实在忍不了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没有 我跟他提过离婚 我也那个写了离婚协议 放在他面前 他一看我是下真格的 结果他就把我的手机里的 钱都给我转走了 把我钱包 还有我的钱 还有我的身份证 包括我俩结婚证 他都给藏起来了 不是 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吗 你多极端呢 那到时候你就 一走 那我是人真正 找不到哪儿去了 那你就不能改一改吗 我不这么改呀 你就是能拿到 以前态度的一半 我都能放心 把孩子给你生下来 我发脾气的时候 他当时就会说 我错了 你原谅我一次吧 然后写下很多什么保证书 现在保证书 这么厚一达子放在家里 就反反复复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问问 大概按照您的描述 这个男生就是在结婚之后 变懒了是吧 是 就甩手掌柜 就在家就什么都等现实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其他都还好吧 但是婆婆对他说的一些话 他都太在意了 有的是我觉得有点问题 凡是之前一段时间 我妈 我妈真的走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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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温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刻意地 把自己阳光的一面展现 给恋爱对象 目的是什么 为了获得女友的芳心 我直言我也做过 但是你的极致在于 在婚前 酣畅淋漓 结果 婚后 他越来越失望 我不说其他 男人一言九鼎 在婚前是你主动戒掉了游戏 在婚后变本加厉 尤其是你不但不管这个家 更多的是没有成长 他看不到希望 而且你母亲的那个事 是很好化解的 两面哄啊 你不会哄啊 以前你多会哄啊 大雪天送饭 宿舍送红糖水 为什么不把以前的心思 用到今天呢 结婚七年 有多少张的保身书啦 没数 很厚一答 好好留着 即使他不笨啊 你看 面对可能的离婚 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转临财产 你还有爱吗 你的自私一览无语 如果说 问题不化解 接下来 可能 面临的就是离婚 谢谢 看得出来 男方在婚前 做了很多让女方感动的事情 是 但是我们感觉到 他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 都是有条件 有目的的 你可以在婚前 为了得到 女方 对你的认可 接受你的感情 可以 千里迢迢送红糖 半夜翻墙买宵夜 可是你得到之后 你珍惜了吗 七年啊 这七年的婚姻 是需要你用心去经营的 爱是付出啊 不是索取啊 如果在婚姻当中 一方只是一味的索取 而另外一方 不停的付出 再深的爱 也会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 那真是 言听计从 妈宝男 回家就把 手机碗 家务都是妻子做 丈夫甩手 悉心寒 钢铁直男 不懂爱 再不改正 家要散 悬崖之际要勒马 浪子回头 你觉得她的性格本质是什么 当时真的觉得她就是 暖男 你对于这个东西理解有错 她一站上来 大概在五分钟左右时间 基本上就能总结出来了 她性格本质就轴嘛 所以她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她要追你的时候 她会拼命去做 拼命去做 拼命去做 听她妈的时候 就拼命听 拼命听 她要孩子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我怎么办 才能有孩子 反正我要 要要 轴嘛 就你有一个巨大的认知错误 就总觉得 你追我的时候 你做那么多事情 所以你是一个勤快的人 错了 太对了 对啊 所以你看 就是你对于她的整个性格的判断失误 导致了你现在 一个巨大的性格落差 如果你心态上平衡一点 你说 就是在正常老公中比 她其实也不坏 至少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就不做家务嘛 对对对 所以你看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 落差很大 你只要把别人追求你的时候 当成一种病态 追完之后 当成一种常态 就好了 之前她追你的时候 她得病了 现在病治好了 病治好了 你一看 还行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恶习 对不对 心态放平一点 我觉得这日子就能过下去 但是啊 我认为你不生孩子的想法是正确的 他现在确实没有到生孩子的时候 你别 别我一说不生孩子 你马上就开始斑两了 生不生孩子 谁决定 两个人 错了 怎么说两个人 就她决定 你凭什么决定 你有什么资格决定 你妈有什么资格参与 你妈最多给个建议 其实你老婆要的真不多 她说来说去 你看就两件事 第一个情感交流 第二个干点家务 你每天回家抽两小时陪她说说话 或者一边说说话一边刷刷碗 还都解决了 今天你不想离婚的话 一会你好好的给我表表态 你接下来所有的力气和勇气 要用在什么地方 就这样 你老婆下班回到家 有那么多的家务活要干 白天要工作 晚上干家务活 自己的老公眼睛里还没自己 天天坐在那玩手机 你还指望她肚子里变个娃出来 然后你还按着你妈的那一些偏方 人家爱吃的不让人家吃 人家妈给寄来的东西 你给人家都送人 心情还不好 就是好奇怪 你妈妈为什么偏方不是给你一个锦囊 你在自己久不怀孕的时候 打开这个锦囊一看 里头就两个字 勤快 你们之间就真的是没啥大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你在婚后忙着干什么去了 就忙着打游戏啊 就忙着逼老婆生孩子啊 老婆该怎么配合你 我就问你 你多不改变一天 你老婆离高龄产妇就进一步 你一点点的害着她 你还觉得这个女人在剥夺你的生育权了 你还委屈的不行了 你好不好意思啊 就是想让女人生孩子 一定得让女人开心吧 你一定得像怎么追她的一样 亲力亲为吧 玩这个事偏方变不出来的 就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你妈妈说的所有的话不要听 如果你妈妈告诉你说 勤快请你听 其他的爱好你老婆 之前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 怎么追到她的 现在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不要想什么听老人的 你就按自己的来 然后看看明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喜讯 我真不觉得明年她们生孩子是一个特好的事 而且我觉得女生到现在为止 不生孩子做的特别特别的对 你需要快速的长大 如果你想做爹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不能再抱怨了 你得交 明娜老师给她交两手 就是那个灯泡没换 我也不换 然后我过几天了 她还意识不到的话 我就再提醒她 一直到她换了 哇终于想起来了 家里亮了 然后就通过这种夸赞和引导 逼她慢慢的把所有的事情及时的做起来 就不能够你像她妈妈一样 你完全代替了她的妈妈 然后你如果看手机或干嘛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再吃我做的饭了 等到你自己不看了的时候 你再过来吃 就跟小时候 我们教小朋友是一样的 对啊 就不来吃饭 错过了这一餐就饿你一顿 对啊 就是你不能宠她 她到今天这样跟你宠也有关 你纵容她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她愿意这么去努力 你的妻子愿意这么去努力 是基于一个前提 她还爱着你 她还对你的改变充满希望 同时她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性 这就是离开你 那道理是选择帮助你 一起成长 还是选择离开你 这个完全她会自己做决定的 但是今天就让你意识到 你人在 不参与这个家的任何活动 其实还不如你人不在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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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不是 你在哪里 你去买 有点 没有 不过 就不过 有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会双处 我们看请开门 快快快快 站着站着站着 牵着他站过来 你真是什么都要教啊 行了 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抱抱 做抱抱 你有额外的 我有额外的一个小东西 您知道吗 其实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知道对您可能就是很多事有亏欠 给我认证地 发展至少许多人的洋 所以我看到你在家里面的岁门 也就是这么多想到 进要去的 但是我又在露虫的岁门 有人在那里的岁门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 那个岁门 啊 谢谢两位 请回 祝你们幸福 这五位 其实 其实要我说得一千颗 你知道吗 回一回 其实你算过没有 一天三颗星 一年刚好一千多颗星嘛 就没 其实一年 就二十一天养成习惯嘛 一年就差不多了 快回 快回 哎 其实 这是妈妈带来的债 要让新娘去还 都挺辛苦 我们就期待着这个男孩 早日长大